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份工作呀 特没意思 特没劲 觉得自己什么都想要 却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觉得很痛苦 很无力 怎么突然想起来叫我过来喝酒啊 没耽误你工作吧 没有 我刚好也是刚回来 正好觉得挺累的 上你这儿喝点酒可以放松一下 你的职场残酷吗 哪儿不残酷啊 也对 也不在乎 你能遇神杀神 遇鬼杀鬼 我呢 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这 百十平米的房子里面 所有的矛盾都来自于两地分居 第六感的小事上面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你知道我这个职场女摩托 有多羡慕你吗 作案是这么一个小房子 但是仍然可以豁出你的多姿多彩 能力啊 我就一死宅家庭妇女 天热怕出门 天冷不出门 天亮怕晒黑 天黑怕强盗 有什么可想 怎么了 把自己说得那么帅啊 想聊人生 你觉得我能离婚吗 那老公出轨了 还是婆媳关系不好啊 需要离婚律师吗 了解一下 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份工作呀 特没意思 特没劲 觉得自己什么都想要 却什么都得不到 很努力地做到最好面面俱到 但却什么都掌控不了 所以觉得很痛苦 很无力 跟你这个家庭主妇的工作差不多 跟你这个家庭主妇的工作差不多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无力感 比如说 我们公司新来一小女孩 二十多岁 结果呢 空降下来之后跟我平级 一上来 不但抢了我的客户 还跟我的客户老婆说 我勾引了她老公 结果客户老婆 登登登去了我们公司 甩了我一巴掌 所以你 被打了一巴掌 打完之后呢 我还不能发脾气 还得笑脸下赢地问说 秦太太 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其实心里边 已经爆锤过她三百次了 但是 有什么办法呢 明天是不是还要去公司 面对那个野心九零后呢 公司的这些损失 是不是还要你去弥补呢 所以 同样会有无力感 怎么样 现在觉得舒服点了吗 不 你都这样了 你就从来没想过 不干了 不干了干什么呢 从公司A挑到公司B 有差别吗 其实我觉得 工作也好男人也罢 无非就是两个山头 既然已经站到山头上了 你是选择看远处的风景 还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 都是个人选择罢了 你可以选择离婚 我也可以选择换个工作 但是谁又知道 那是不是走了个孙悟空 又来了个猴呢